来,我们现在开始复习的叫做序论 序论我们的重点就是这几项 第一个就是实验器材的使用 这个也考过的 然后再次测量值要怎么写 重点在估计值 以及如何测量质量 天平要如何的使用 还有密度的意义跟密度的计算 最后就是一个常常拿来考的 用各种实验去考的控制编音法 这考过很多遍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段落的学习的重点 第一个要认识实验室 这里主要就是实验器材的使用 我们最喜欢最爱考的东西叫做酒精 酒精要装多少 然后课本写的法不一样 现在意思就是八分满 就是要装得有点满又不要太满 然后万一酒精不够的时候 不足三分之一用漏斗 所以上面有图片 左边是正确的装法 右边是不正确的装法 用漏斗来添加它 当我们说要装得有点满又不会太满 不可以太少 太少因为酒精会挥发有蒸汽 太少蒸太多 容易会有爆炸的危险 太多会容易漏出来 我跟你讲过了 因为有蒸汽的关系 会让蒸汽能够露出来 所以它那个酒精真的是有套在上面 没有旋径 它是松松的这样就蒸汽才有就在烤出来 所以你因为它松松的 所以装很满就容易酒精会露出来 会发生不好 等一下那个点燃酒精跟什么事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喜欢烤的 点燃酒精那要火柴打火机 现在发现你还是点火腔来点 不可以拿酒精灯点酒精灯 右边错了 我刚讲过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松脱 那个头条的就松脱 因为它根本就是放在上面而已 它就露出来就烧着了 所以我可以拿酒精灯点酒精灯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ok 然后跟你讲说要用灯罩盖息 不要用嘴巴吹 上课的时候放过影片 那个上面那些气体 然后别的地方可以把别东西拟燃掉 所以要用灯罩盖息 不要去载这些年内都呼啊吹灭 不要用灯罩盖息 然后呢就是讲过了 如果外衣撒出来 不要用湿抹布盖息 湿抹布盖息 你讲过上课讲过故事嘛 这不是考试用 现实生活都要拿出来应用 不要考试会写 实际上都不会用 不会用 就是要使用酒精灯 接着 还有就是用两口 这个考过 会考期的考过 两口只有一个用途 就是测量 液体的体积 不可以 拿来 进行化学反应 不可以拿来加热 不可以拿来配置 调品 那这个用途就是量液体体积 要怎么量 所谓的目光平视 我们的两口百十直的 眼睛水平 因为它垂直的看过去 目光要平视 平视哪里呢 液体是凸起来的看最高点 液体凹下去的看最低点 原因都是为了要减少误杀 你不要告诉我看中间 这里没有中间 每个人中间感觉不一样 所以呢 凸起来就看最高点 凹下去的看最低点 所以目光平视 平视最高点或最低点 就是所谓的量桶的使用 量桶使用 然后呢 这叫滴管 滴管呢 就是正确的使用的方法 滴滴压压就流出来 重点就是 等一下要告诉你说 不可以倒置 这里告诉你 不要吸太多 重点都是 不要让这个 你吸上来的液体 药底 去碰到上面的橡皮球 不要让它碰到你上面的橡皮球 所以呢 不要吸太多 不可以导致 不可以导致 正确的手持 压压压滴出来 压压滴出来 就是我们的液体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滴管的部分 滴管的部分 重点就是 不要让药体液体 碰到我们的橡皮球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